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好 我是这堂课的讲师 Danny 今天要带来的题目是 协作不想吵架 快用版本控制系统 在开始之前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 Danny 目前任职于雷亚游戏 然后是 Seekon 学生局年会的共同发起人 然后你可以点开那个网址 你就会看到今年关于年会的网站 那 Seekon 是一个由学生发起的一个研讨会 那也在等等的过程当中 我可能会拿 Seekon 的筹备作为专案管理的案例 然后以及我的个人网址 Danny L1 你可以打开 Danny L1 找到我的相关联络资讯 那你可以叫我Facebook好友或任何 social media 的好友 然后透过 social media 来问我问题 在这一个影片你继续看下去之前 有些需要提醒你的提示 这是一个预录影片 所以如果在过程当中 你有碰到任何听不懂的东西 你可以先按下暂停 打开你的 Google Search 去搜寻你听不懂的地方 或那个关键字 又或者是你可以快转 跳过你已经会的东西 那你也可以倒带 去重新听一次 你没有听懂的部分 或是你学我我讲太慢 你也可以透过两倍速的方式 加速整个影片播放速度 在影片的过程中 你有发现任何的问题 你听不懂 看不懂 你没有办法解决 你需要有人帮助你 你卡关了 那你请记得 要到 Slack 上进行发问 打开 Slack 的 edu camp 的频道 又或者是 edu 的频道 去 mention Danny 你就可以找到我 我会在我看到讯息的时候 回应你的相关问题 这一堂课的投影片 都在这个网址里面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个网址 去存取到投影片里面的任何连结 以及相关关键字 你可以复制贴上 可以打开这个投影片的网址 跟着下面的课程进行 在专案的过程当中 常见的产案是这样的 各位在期末报告 或者是在学校的分组报告 应该常常都会做这样的事情 你会打开你们一个群组 有你们的团队成员们 然后你是负责做投影片的那一个人 你今天把投影片做好了 传到群组上面去 然后里面有另外两个你的团队成员 同学 A 同学 B 同学 A 看到你的投影片之后 他就觉得你这个顺序不行 连跟你讨论都没有讨论 就直接调整了投影片顺序 然后觉得说这个版本你可以拿去用了 像一个同学 B 他又觉得 你有些图片没有很好 他一样没有跟你讨论太多东西 他就直接把它改了一个版本 传来给你 跟你说我改了一些图片 他觉得用他的版本比较好 所以在这个群组里面 马上就发生了三个投影片的版本 那请问你们之间如何彼此沟通协调 哪一个版本才是最新的 以及哪一个版本改了什么 哪一个投影片才是最后上台报告 使用的那个版本呢 甚至更惨的 如果你是LINE的使用者 你可能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档案过期又或者是换装置 档案无法读取 那这个问题在大型专案 这绝对是不可理让它发生的 因为这个会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你就不知道到底你的档案哪一个才是最新的 然后你也找不到这些东西 在前面的过程 你应该已经了解到什么叫专案 专案这件事情 其实说穿了 就是你在做这样的期末报告 它也就是一个专案 那在你们三个人的报告 都会发生这样的问题 那实务上来说 到底专案管理 我们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 以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情呢 在专案管理面 其实有这四个面向的内容 是你需要在专案开始之前 或是过程当中去注意的 你的专案资料 那些文件或是程式码 你该放在哪边 放在哪里和大家共享 是一个你需要解决 需要在事前厘清的问题 下一个 沟通平台 沟通平台 你们前面选择了通讯软体 这是一个可以的选择 但是是不是有些专案 比较适合透过email 或是其他地方去沟通呢 这也是一个可以考虑 可以思考的问题 下一个是 在你的专案进行当中 一定会有很多事情 是需要被处理 有很多的问题 需要被解决 那这些事件 这些议题的管理 它该放在哪边 去做后续的维护跟管理 然后去记录下来 你有哪些事情要做 哪些事情需要被解决 这个也是在专案管理过程当中 会发生的 需要解决的问题 以及在你的专案 到达一定程度的阶段的时候 你会对外发布 会发布给 不管是你的组员们也好 或者是你的其他合作伙伴们 来接收一些意见跟回馈 那这些意见跟回馈 你要如何接收 以及最后如何转化回 事件跟议题的管理 就是需要去解决的课题 这是在专案管理上 需要注意的几件事情 那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 常见的解决上面这些问题的方法 通常就是透过线上协作 以及版本控制 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在你们三个人的世界里面 虽然你们好像沟通的 还没有 一点都不OK 但实际上来说 我们现在都是用 线上协作 以及版本控制的方式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下面的案例是 Zitcom在其中一次 临筹的会议文件 这里是以握流为表现 因为方便大家能够理解 跟去看懂 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在版本控制里面 或是在这种线上协作里面 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 你要知道是谁改了什么 这件事情在Google Docs 它就非常明显的 标示出来了这件事情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句话是谁写上去的 然后是由哪个人 在哪一个时间点做了什么操作 这就是所谓的版本控制的精髓 其实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 负责人是谁 这一份投影片 到底是谁负责的 到底是谁上去报告 谁负责决定 投影片的内容 顺序该是什么 他其实有一个全责人 那这件事情 其实在专案的协作上来说 你必须要充分讨论 以及厘清全责人 所以在Google Docs 会有这样的功能 你可以拉起一句话 然后写下一些注解文字 跟人家说 这里要不要去做修改 甚至你可以指派给这个人 请他去做决策 决定下一步 需不需要做修改 那不管是程式码的管理 又或者是单纯文件的 这种专案类型协作 其实都一样 你一份文件 一定会有一个主笔人 一份程式码 一份专案一定会有 Project Owner 就是专案的持有人 这个人 就会去负责沟通 以及协调 到底这件事情 谁要处理 谁要解决过问题 以及他最后 要不要被纳入 撑过里面 所以这一个议题来说 我们在这里就是创造出一个议题 建立出一件需要被解决的事情 并且我们可以指派给那一个人 然后请那一个人去决定 这个东西要改或不改 那有的时候你会知道说 我想要这么改 而且我觉得我这么改 或许是可以直接给他 更好的意见跟想法 你也可以直接透过 像Egrodox来说 有一个编辑建议的功能 你可以切换到编辑建议的方式 把你想改的文字放上去 当然最好的是你在下面 说明为什么你要这样改的原因 这样才展现了前面的充分讨论 以及说明原因的方式 让后面的阅读人 或者是负责的主笔人 他能够了解这件事情 该怎么去做修改 然后为什么你提出这个想法 以及要不要纳入你的建议 那如果在你们三个人的开发里面 都会发生这么多复杂的事情 前面我们都是以Glox 这样的案例去说明 你会遇到的状况以及问题 但是在软体开发的事件里面 怎么办 我们要面对的 可能是上百行 上千行 甚至上万行的程式码 我们要如何去管理 发生的状况以及议题 甚至一份文件 你们这样短短的几行字而已 就会发生过这么多的讨论 决定这一行要或不要 这个字要或不要 那在程式码的世界里面 我们要如何管理这样的议题 那这个问题 其实存在软体开发世界非常非常久 其实有一个人叫Ninux12us 他就是发明我们后面 讨论的Git的发明者 他当初是在开发 他Ninux这个作业系统核心的时候 觉得现在拥有的版本控制系统还不够好 不够成熟 不够好用 所以他就决定发明Git这个版本控制系统 辅助他后续开发这个核心 已经跟大家协作这个核心的程式码管理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 就会是以Git的实作为主 并且和大家说明后续的一些内容跟操作 然后在开始之前要先跟大家讲 Git跟GitHub是不一样的 Git只是拿来管理程式码的 GitHub是一个让你管理刚刚我提到的这些事情 我刚刚前面有提到很多很所说的事情 包含你的专案资料 Git只管理专案资料里面的程式码 Git只管理专案资料里面的程式码 而GitHub提供的是一个沟通平台 它可以让你管理事件以及议题 你有哪些事情需要处理以及做反馈 该放在哪边 以及你的使用者们收到你成果的人 他可以透过GitHub提供给你意见以及反馈 它是提供一个程式码的托管平台 GitHub是一个程式码的托管平台 所以这两个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西 那在等等的内容当中 我会是以图形化方式去进行操作 然后可能只有一点点的指令界面说明 如果你是一个对于软体开发很熟悉的人 你觉得图形操作对你来说太简单 你不要紧张 你去YouTube上面搜寻Git 空格 Danny 或是直接点开这个YouTube连结 你就可以看到我以前课程的录影 去精进你用指令去操作Git的操作 那如果你是一般人 你需要透过图形化界面的操作 你就跟着我继续往下就好 好 那我们接下来的课程 会以GitHub这一个软体去进行开发 最后需要的成果是你要在这里看到自己的名字 在最后这一个成果网页 你会看到你的名字在上面 这是我们这堂课最后最后的成果 所以你的方式是你会透过GitHub这个东西 去把它下载回来 跟着它的操作一步一步的进行 然后接着到最后一步你全部完成之后 你就可以在这里看到你的名字在上面 这是我们今天的课程目标 希望在各位后面都可以自行完成 好 在各位打开GitHub这个网站之后 你会看到左边这边有个Download for Windows 你就可以直接下载回来 然后让它在你的电脑可以下载 那如果你是其他作业系统平台的 不要紧张 这边通常应该会变成你作业系统 所需平台的那个Download for Netflix MacOS都会有 下载回来以后 或是相关的一些安装说明 如果你是Mac的话 你可能会状况一些问题 就或许需要看看文件 那反正你可以Mention我 或者是你如果是熟悉Mac的使用者 我相信你可以自己解决 好 那下载回来之后 你会得到一个压缩档 请你把这个压缩档解开来 你会看到里面有一个GitIt的 执行应用程式 你要执行的就是这个应用程式 那在Windows第一次执行 你可能会碰到 Windows以保护你的电脑的问题 不要紧张 你就点开这个其他资讯 然后接着你就可以按下人要执行 基本上这个应用程式 它都是开放原始码的 所以不用担心 这个是一个恶意程式 或是有恶意内容在里面 它的原始码都在GitHub上面 所以如果你对于这个应用程式 它怎么撰写出来的 你有兴趣你想要了解 你都可以透过这边去看到它的原始码 好 在打开这个应用程式之后 你会发现它是英文的 那你可以尝试切换看看能不能切成中文 在我这边是可能有些问题无法进行 那没关系 我们就用英文的方式继续进行下去 好 那在这个GitHub里面 它就是一个图形化界面 然后以及透过一步一步的教学内容 去让你可以完成 学会Git怎么操作 以及最后发送一个ProRequest 到其他人的专案里面 那我们就继续进行 你可以点下面的Start Challenge 那在Challenge开始之前呢 其实在这边它有给你一个Dictionary 是一个方便你去查询一些 你需要用的基本操作的指令 这是一个你可以运用的内容 这是你可以方便来查表的东西 又或者是这边有提供一些Resource 是提供给你一些其他Git的教学 安装的东西以及教学的一些文件 你都可以在这边找到更多更多的文件以及内容 OK 好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开始这个Challenge 好 那在第一个目标 我们首先是要安装Git 那安装Git这一步呢 或许你的电脑里面已经有Git 但是如果你从来没有碰过这个东西 可以按到这个方式进行 那这边提供给你的方法是 你可以透过GitHub Desktop这个App 它是一个图形化界面的应用程式 让你去方便操作跟了解Git是什么东西 那我们最一开始就一样使用GitHub Desktop这样的应用程式 去帮助我们进行 同样的你可以点击这边的连结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自己Google search GitHub Desktop 你就可以找到GitHub Desktop的网站 然后把它下载回来 好 下载回来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你得到了一个GitHub Desktop的执行档 那你就把它点两下 直接可以开始安装 那它在安装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非常安静非常沉默的 我先准备一个页面 让我们偷看一下 它到底帮我们发声 后面会做了什么事情 好 在你的本机的C槽 会有一个使用者 这个使用者里面 你可以找到你自己的使用者名称 那有的如果你是笔电预设的话 可能是user那一个 那基本上 像我这边 我的建立使用者名称是Danny 那就点进来Danny这边 其实在这里 它有帮我们产生的一个档案 就是这个 点GitConfig 这是在刚刚安装的过程当中 我什么都没有动 它就直接帮我们长出来的档案 那我们可以来偷看一下 这个档案里面的内容 是什么东西 Notepad 这个里面的档案内容 它目前是一个 相对空白预设产生的内容而已 这边 好先记得我们现在这个档案的内容是长这样 那在等等的过程当中 它会希望我们帮它设定一些东西 那我这边是 它需要你登入GitHub帐号 那这一步我们先跳过 好 然后接下来这里 这里是一个设定你的使用者名称以及你的email 刚好提过 你需要在专案管理的过程当中 版本控制当中了解是谁改了什么 那就是这里 这是个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 你要让人家知道这个程式码是谁改的 所以在这里 你要开始跟它说你是谁 然后以及你的email 你的联络方式是什么 那这样其他人才可以联络到你 然后下面就会有一个预览的状况 你可以透过这个下面的预览的方式 让大家知道说 这一笔是谁改的 这是我们后面能够透过Git去了解 某一行程式码到底是谁改的关键原因 好 在我们按下这个finish之后 其实这个档案就已经被改动了 GitHub Desktop它其实默默的 就把刚刚我们设定的内容放到了那边去 那我们就可以再打开一次这个点 GitConfig 你会看到它帮我们把刚刚的Danny 以及我的email放进来了这个user的区段 这样子的方式 就是它在透过这一步 帮我们建立这个东西 好 然后其实我们回到GitIt 我们其实就已经完成了这一步 需要它需要我们操作的东西 可是GitHub DexHub 它并没有帮我们安装Git 在我们的本机的电脑里面去 所以其实我们在这边 并没有办法完成这一步的内容 你可以怎么尝试呢 你可以打开你的命令提示资源 就是打开Win 然后打cmd 你就可以打开你的命令提示资源 然后你输入Git 你会发现它跟你说 这不是一个可执行的应用程式 原因是因为GitHub Desktop 是一个GitHub 提供出来的图形化界面软体 它其中给大家 透过图形化方式的办法去管理 可是实际上它并还没有Git 这个应用程式在你的电脑里面 所以接下来我们需要 把Git安装到自己的电脑里面去 那这个安装方法 你可以透过Google搜寻Git 然后去找到这个Git的官方网页 然后点下download之后 你会进到这个下载的页面 然后这边有个download for Windows download回来之后 你就会看到在你的下载资料夹里面 有一个安装应用程式的档案 那这个就可以方便你进行后续的Git安装 那这个安装的过程当中 会有非常非常多的疑问 需要去一步一步解决 然后以及需要跟大家说明 到底每一步是什么意思 以及它在做什么事情 那这边就花一点时间跟大家说明一下 到底这个安装的过程当中 它在跟你说什么 然后以及你要做这些设定 以及操作做些什么 随便这边是安装的位置 就可以先不用理它 然后以及要做的东西 我们都会用预设的方法就好 然后以及要装在哪里 你的应用程式界面在哪里 都OK 好 这边就先到这一步 那在这里 它在问你的是 你要使用的编辑器是什么 我们的专案如果是程式嘛 你可能会用某些IDE 不管是Nopay++ 或者是各种编辑器的软体 像这个记事本也是一个编辑器 在Git的操作过程当中 会不断的有各种需要操作的编辑器 需要跟你互动 所以在这边 它提供给你非常多编辑器的选择 那预设它选择了VIM 如果你是一个初学者 我不建议你选择这个VIM的工具 你可能最简单的 可以选择Nopay++这个东西 那这边它是灰色 没有办法进行下一步 因为你需要去把它下载回来安装 所以如果你希望透过一个 比较友善一点的编辑界面的话 你可以去下载Nopay++ 因为或者是你可以尝试学习使用VIM 它是一个不错的东西 或者是你可以用Visual Studio Code 也是一个近期大家常见使用的编辑器 那为了后续的教学方便 我先选择用Nopay 这里所编辑的设定 都是可以去做修改的 那所以就不用紧张 就是这边的东西其实都是一样的 它是帮我们改到 刚刚这个.git config的档案里面去而已 那我们这边就下一步 接下来可以就继续不理它 它只是问你说预设的分支名称 那这边就我们用预设的那一个就可以了 好下一个这里是 是不是你要请Git帮你安装一个 shell 一个操作的像命令形式支援这样的工具 然后方便你做后续操作 你可以选择预设这个方便你后续的操作 因为你会有比较多的指令是和Netflix共用的 对你可以选择预设的这个就好 然后这边可以不用理它 都不用理它都不用理它 好这个的话是 你可能在和其他人协作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 因为在Windows换行和在MacOS或是Netflix底下的换行不太一样 所以如果你需要跟别人协作的部分 你不希望你的换行打扰到别人的话 你就要选第二个会比较好 但是如果你协作的专案都是Windows的人居多 那可能没有影响你就选第一个 那这个也是可以根据专案去做后续详细的修改 然后这边也可以不用管它 下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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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原则上后面应该是没什么问题 你就可以安心的安装完你的Git 好在安装完这一个应用程式之后 我们需要重新开启Git 因为在你刚刚还没有安装Git过程当中 它其实抓不到你的系统里面有Git这个应用程式 所以我们需要把它关闭 重新把它打开来 再我们重新打开来它的话 就会成功抓到Git 而且它会发现我们已经有成功的设定好 我们刚刚的使用者名称 以及我们的email 好那我们给它一点点时间安装 然后这边同样开回来到C槽使用者底下 C槽使用者的Danny 好 然后这边已经安装完毕 接着的话我们再重新把Git打开来 然后一样start challenge 好你会发现这一步其实我们已经做得差不多了 它就在我们安装Git并且设定好我们刚刚要设定的使用者名称以及email 那这边你就可以点验证 然后你会发现你顺利完成了这一步 然后这边的蓝点点就会亮起来了 那其实在这个里面 它希望我们在图形化界面以外 就是在透过命令提示支援的方式操作 那这个我们等等再继续 那如果你真的已经会了 请记得去看我其他的YouTube教学影片 接下来我们要建立一个Report 3 也就是所谓的版本库 我们要如何建立一个版本库呢 我们透过GitHub Desktop的应用程式 它可以有非常友善的方式 帮我们去建立这个版本库 第一个是它去把网路上的版本库抓回来 第二个是我们要建立一个在我们自己硬碟里面的一个新的版本库 那一个版本库你可以想像它就是一个专案 原则上一个版本库就是一个专案 有些专案比较不一样 那我们这里不讨论它 那原则上来说一个版本库就是一个专案 所以我们在这里选择第二个去建立一个 在我们本机目录建立一个新的版本库 那在这一个实作要求里面 它希望我们建立一个叫Hello World的版本库 其实就是资料夹的名称要叫Hello World 那我们这里就照样打Hello World 然后它建立的位置是在我们使用者的文件里面 有一个叫GitHub的资料夹 那我们这边就针到它不理它没关系 那我们在你的文件里面打开来 你会发现目前应该是全空的 在我按下Create的这个瞬间 它其实帮我做了一堆的事情 它帮我把GitHub这个资料夹建立起来 而且建立起了一个资料夹 叫做Hello World 这个Hello World就是我们的版本库 就是我们的专案资料夹 在这个专案资料夹里面 它其实还帮我们建立了一些东西 我们可以把隐藏的项目打开来 然后你就会发现有一个隐藏的资料夹 叫.git 这个其实在做的就是在这边的第一步 git init 在完成git的初始化之后 它就会在这里建立一个.git的资料夹 这里面就是你的程式码的版本库 它就全部东西都在这个里面 所以其实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一步所需要的教学 在这一步里面我们只要点选 选择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资料夹 就是GitHub里面这个Hello World 然后按下选择资料夹 它就可以进行后续验证 然后就会通过我们刚刚所进行的上面操作 所以我们已经成功建立起一个 在本机专案的版本库 那接着就可以进行下一步 下一步我们要开始实际在这个版本库里面 去建立一个我们自己的档案 然后开始撰写一些内容 说明一些东西 那透过这边的介面来说 我们现在在Hello World这个资料夹里面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新增一个 它这里要求我们是一个叫 readme.txt的文件 那我们这边就新增一个文字文件 然后叫readme 然后打开它来 我就打一个简单的字 hello存档 然后离开 好在我完成这个存档离开之后 我们回到GitHub Desktop 它就会自动侦测 发现这里有一个档案变动了 然后我可以开始去记录下我是谁 我做了什么事情 改动了这个文件 那这边它其实预设 帮我们建立了一个很友善的文字讯息 就是create remediate text 那确实它就告诉我们 我们在做这件事情没有错 所以其实在这里 你就可以完成第一笔的记录 就是我戳下这个commit to man 它就帮我记录下我做了这个操作 到主要的分支上面 然后你可以再点下去这个按钮之后 我们回到History 你就会看到在这边有这样的内容 就是它有这一笔的记录 我Danny在这里建立了一个档案 叫做remediate text的档案 然后里面是一行字hello 那其实就已经完成了我们刚刚 getit里面的这个操作 它希望我们新增一个档案 然后把它加入进去 然后完成这个操作 同样的我刚刚调音权好了 我可以直接点验证 就通过了这一步的操作 下一步 它希望让我们让git知道我们github的使用者名称是什么 好 来到这一步我们需要到github上面去了 github刚刚我提过是一个协作的平台 那因为后续的管理 你都需要和大家有这样的协作空间 所以请你打开你的github 如果你没有帐号的话 你需要透过github的右上角这边有一个sign up 去注册一个你的帐号 那你就透过这边点进去 然后去输入你的email 去完成后续的一连串的帐号的注册 以及整个流程 那有了你的github帐号之后 我们就可以进行后续的相关操作 那像我github上面的userid是dany0223 所以在这一步里面 它需要让我们知道说 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使用者名称设定上去 那这一步呢 请你就需要打开我们刚刚说的命令提示字元 刚刚我们安装git过程当中 其实在这里右键 我们就可以选多了这两个选项 一个是git badge here 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点开git badge here 我就可以透过这一个命令提示字元的方式 在这里做git的相关操作 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git gui here 会发生什么事 它其实是一个图 方便我们去了解我们到底做过什么事情 那它其实跟github desktop的功能是有点重叠的 那为了不要混饶大家 我们今天就以github desktop为主就好 那个gui就先不用理它 没关系 但是你可以透过gui的那个工具去了解 你的整个git的树状结构以及一些内容 发生过什么事 那回到git 它希望我们设定使用者名称上去 所以其实你只要复制这一行 然后把它复制下来 按搞头c复制 然后就可以贴上 然后最后打上自己的使用者名称 请你打自己的使用者名称 不要打我的 你打我的不会通过 好然后这边打完之后 你就可以按verify 就也会通过这一步的测试 然后它就会可以让我们进行到下一步 那这边有可能它在进行github的连线 会需要一点点的时间 请记得这边是username 那这个username 它其实在设定的事情也是一样 它其实在我们的使用者那个资料夹里面 在c朝使用者里面 你会看到 它其实就只是帮我们加一行字上去 我们刚刚虽然是透过指令做操作 但其实在这边 它同样的就只是帮我们把一行文字加进去而已 那这边我用notepad把它打开来 你会发现它其实只是帮我们加了这一行 username等于dany0223 这样把它加上去而已 好那这边它卡了有点久 它就卡住了 好理论上会通过 但在各位的电脑应该会是正常 我这边就不浪费时间 我们就继续往下 那反正原则上我已经设定上去了 我就不需要仰赖它严证了 好我们刚刚已经在本机建立起一个版本库 我要怎么把我的程式码跟别人共享呢 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在github上面 实际上真正建立一个版本库出来 而且让其他人能够看到我的程式码的内容 在github上面如何建立版本库 这是在你的个人页面 你可以点到repostry这边去建立出一个新的档案 那github是一个平台 原则上它的程式码都是公开的 就像包含我今天课堂的投影片 它都在这里 它的原始码都在这边 你可以透过这边存取到我的投影片 这是很正常的 因为我的程式码都是公开的 那在这边你可以点这个new去建立起一个新的版本库 在github的伺服器上面 刚刚我们的专案名称叫hello world 那这边一样就是hello world 你可以建立起一个专案的版本库 然后下面会有一些叙述跟描述 是你需要注意的一些设定的选项 public就是你的专案是公开的 在网路上所有人都可以存取得到 然后这里是私人的 你可以选择私人的 就是不要把程式码公开出来 让所有人存取到 透过全线设定的方式 它才可以存取到你的程式码内容 这是OK的 但是因为为了方面后面教学的顺利进行 你一定要是public 你才可以让后续的操作是顺利的 所以这边你要点的public 那这里会有一个readme的file 这个readme的file 是让其他人透过点开这个专案页面 了解这个专案在做什么 像我们刚刚有提到getit getit的这个专案下面 你会往下拉 你会发现它有这一个 其他的专案说明的页面 这其实就是它的readme的档案 就是这个readme.md的档案 那透过这边使用者就可以很方便的去了解 这个专案在做什么 我要怎么安装 或是一些关键的基本资讯 可以透过这个readme 去让大家能够方便理解 在做些什么 然后以及要怎么把这个程式码跑起来 这是这个readme的档案 那它可以帮你初始化一个最简单的readme 然后接下来是getitignore getitignore是你的程式码专案 想要管理的其实只有程式码 原则上程式码可以产生的结果 我们都不想要进入到程式码的管理里面 所以这边它有提供给你一些基本的程式码语言 它预设会产生的一些binary档案 就是我们不想要版本管理的档案 就可以放在里面 那这边我们先选none就好 然后接下来是选取一个授权 所谓授权就是 虽然我们刚刚选择public 我的程式码都是公开到网路上的 但是其实授权这件事情 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直接操作的 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随便抄你的程式码 所以回到授权条款这件事情 可以通过我投影片这边的连结 去了解所有开放原始码的授权条款 好那这边我们按到它是全空的 好接着你就可以在左下角这边点下 create repository 来建立起一个空的远端版本库 在建立起完远端版本库之后 其实下面有很友善的说明文字 告诉你你可以怎么开始你的这些操作 那在这里我们不用管它这么多 在这边注意看有一个https或者是ssh 那又或者是如果你刚刚的dextap已经有登录的话 你可以选这一个 它其实可以帮你把相关的设定导入进去 那在这边我们用指定方式操作 我们就先选https 请确定你使用https这一个 然后我们就可以复制下面这一行 有一个get remote add 把这边复制下来 然后直接贴上到你的指定界面 去新增这个远端的版本库 让你的本地的资料夹 知道说远端的版本库在哪里 接着你就可以回到get it 在get it这边我们前面有提到 readme.get ignore 跟license这些相关的说明 那在get it上面也有相关的补充 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get remote add 把远端的版本库 让我们本地的这个版本库有所认知 接下来下一步就是我们要把东西 推送到远端的版本库上面去 让我们把本地的东西 推送到远端版本库 让它可以发布到全世界 所以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get push origin 然后这边写master 但是因为我们这边用get hub的dex top 建立出来我们的分支名称叫做man 所以你就打man就可以了 又或者是你可以透过get hub desktop 这边选择这一个publish branch 那这边点选之后它就可以开始 登入你自己的get hub 然后登入你的账号密码 你就可以顺利完成这个的后续操作 那我们回到我的本机来进行这个操作 如果你是用指定界面 不是用get hub desktop的人 你可能会面临到比较复杂的状况 因为我们选择https 目前get hub的验证方式有些调整 那你就需要到你的get hub上面 选择settings 然后左下角这边有一个developer settings 然后选到personal access token 这边选personal access token 然后产生一个新的token 这个东西是来取代你的密码的 因为在现在追求比较安全 所以你可以先建立起一个 然后这个时间你可以设定一个 永远不要过期 但是它是比较危险的选项 你可以设定30天 那建议未来 大家其实可以学着使用ssh的方式 去进行连线跟沟通会比较方便一点 那因为这里为了教学方便以及顺利 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快速的通过这个流程 那我们这边先产生一个token 那这边就 你可以想象它是一个你的暂时性密码 它只能用30天的密码 好那接着回到你的指令界面 你就可以get push main 然后enter 接着之后输入你的get hub的账号 然后贴上我们刚刚的那个产生出来的临时密码 你就可以顺利的把东西推送上去 好那回到我们的网页上呢 你就可以重新整理你的网页 你就能够顺利看到 我们刚刚新增的hello word 这样的readme的内容 已经顺利的推送到get hub上面去了 好那接下来你就可以去 进行后续的验证以及操作 然后下一步 我们这边快速跳过下一步 接着这里是 我们已经完成了get在本地端的相关操作 以及教学 然后你能够把你的东西发布到网路上 可是接下来是 你要如何能够与其他团队的人去共同协作 或是如何帮助一个已经存在的专案 去进行后续的改进以及处理 那就是get it后半部的这些教学的内容以及流程 那这里教学的流程跟内容 相信时间可能我们录音时间不太够 所以后面可能有些东西会需要交给大家自行练习 那如果你碰到任何问题跟状况 你都可以在stack上面敲我 那在这里的话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 我们要打开这一个现成的专案 那我们要副本这个专案 把这个专案建立起一个fork 就是我们把它插一份过来 好那你可以打开这个get hub的网站 那这个是一个我们这一次练习的主要专案 那在这边呢 你可以点选右上角 这边有一个fork的按钮 把它建立起一份副本 在你自己的账号底下 然后你就可以create a fork 建立完之后 你就可以把它放回来你的本机 你要把它拉回来你的本机 为什么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副本呢 因为这个专案 你并不具有任何的权限可以做操作 你必须去建立一个副本 把它变成是你可以操作的一个专案 你才可以进行后续的操作以及使用 那接着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把这个东西副本回来 然后把它拿回来你的本机 所以点选这个code的这边 然后一样选https 复制 然后回到你的get hub desktop 这边我们就先挑过这里的登入 在各位的操作应该会是正常的 好再点选file 然后这里可以clone repository 你就可以贴上我们刚刚的网址 就是刚刚我们副本这一份 请记得要选择自己副本这一个 然后进行clone的这个操作 它就可以开始进行 把远端伺服器的内容 复制回来的这个过程 好那它就可以成功 顺利回到你自己的电脑 去进行后续的相关操作 在get hub后面的相关操作 就是你要建立起一个新的分支 我们刚刚过程的操作当中 我们都还是只有一个分支在进行 可是因为你要让你的操作 不和别人打架 所以在这里的下一步 我们是要去建立起一个新的分支 你可以想像黑色这一条是别人的主干道 那我们就是要建立起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世界 那在get有一个很好的操作 是所谓的branch 我们可以建立起一个 从程式码的这里开始 我们产生了不一样的一世界的空间 然后去把自己的 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改完之后 再把改完的东西推送给别人 这是get有一个很好的功能 叫get branch 那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 去透过clr的方式 就是透过这个文字化界面的方式 去建立起一个分支 然后新增一个自己的操作 然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呢 是在这个contributor的资料夹里面 去新增自己的这个档案 那这个username 请你记得要改成自己 那在我们复制回来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资料夹的结构 它会放在你的github的这个资料夹底下 然后因为我们刚刚设定的就是在这里 有一个叫patchwork的资料夹 它就会在这个资料夹底下 那它这边正在进行下载回来 以及后续的相关处理 好这边开起来之后 你会看到这里有一个contributors资料夹 哦不对是patchwork这里 然后有一个contributors的资料夹 你就可以把自己的名字加上去 所以你要做的事情是新增一个档案 然后请记得你要先去做前面的切换分支这件事情哦 然后就add自己的名字 然后内容也就按照这个里面的说明去新增你的操作 然后做一样commit的这个动作 并且推送到自己世界的那个分支 好然后接着你要把一只git的机器人把它加进去 让它可以存取你这一个专案的权限 那方法是在自己的这个专案你可以点setting 然后在settings里面有一个左边是你的协作者 就是意思是如果你的专案里面有谁可以直接推送 以及改动你专案里面的内容 点选这个contributors 所以如果像我刚刚前面说你可以让你的专案是私密的 那一样你就可以在这边设定contributors 去决定有谁可以管理你的专案 那我们把这只机器人加进来 那这只机器人名称呢它叫做Ripple Bot 你就把它的使用者名称复制上来 在这边Add Ripple Bot把它贴上 你就会看到这个头贴跟这只猫是一样的 你就可以把它加进来 它就可以帮你自动管理跟处理后面操作的后续 对那这边你就可以点验证完成下一步 好然后接着你就可以把你推送上去的内容 去建立起一个贡献 我们这边快速跳过 好如果你顺利操作完 你会发现你在这边有一个新的分支 叫做Add Danny0223 那这里就是刚刚我们前面 GetIt有请你去建立一个新的分支 这个分支名称 请你是建立起一个 就是属于你自己的分支名称 然后这里就是我们的范例 Add Danny0223 接着当你完成推送之后 你应该去新增了一个档案 然后这个档案内容 在这一个新的分支上面 接着你在右上角 这边就会发现它跟你说 你的东西比它的还行 然后我们回到它的这个状案里面 你就可以顺利点选有一个Creator 这里你就可以建立起一个ProRequest 就是我们如何帮我们改好的东西 推送回去给这个中按 请你就点这个按钮 那你就可以去完成后续的内容建立 然后点下送出ProRequest 你就可以发起你人生的第一个开放原始码的贡献 那你就可以顺利的完成这整个教学 以及后面的完整内容 你就可以在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网页 看到自己的名字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透过Gitit 顺利完成里面的所有内容 那Git其实已经17岁了 这边都有一些它的相关补充资料 可以去看看它的内容 以及它的故事 那这是我刚刚前面提到授权条款的补充 那如果你后续有更多的开源贡献 或者是你在G01这边有更多的贡献的话 你都可以去申请OFCV Pass这个专案 这边是台湾的各种贡献者们 透过开放原始码贡献的各种内容 那你可以透过申请OFCV Pass这个专案 去得到一些在台湾的开放原始码的相关研讨会 得到一些好处 你就可以透过申请OFCV Pass这个专案 得到一些后续内容优惠 那各位如果有任何问题 请都可以在Select上面发问提问来询问我 那感谢各位今天的收听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 因为在 약处的陛西小时 发 Smells Better